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畫面 OK?聲音 OK? Да, мы сейчас снимаем live 說了很多話嗎? 聲音有點沙沙 要好好地做這個直播 收拾好我面前的東西 我就可以看不到這個畫面 是不是有了? Hi 回來了 今早又在這個位置 和你們化妝 經過了12點 真的差不多 我是1點出門了 差不多12個小時我們又回來同一個位 Hello 多謝 好像去年還是哪一年答應過大家和你們一起過 今年終於抓獸了 很想和我正式倒數不要緊 我們在心中 Hello 看看 你看我後面的桌子 妹妹煮了多少東西給我吃 我一回來 我一回來就不停碟 你看她 媽媽喜歡吃菜 整碟都是菜 很搞笑 有這個 有這個 有青豆 有西芹 有這個 有生菜 有西蘭花 還有這個青椒 一會兒 一會兒 然後呢 我喜歡她 很喜歡芬蘭色 綠色一點 之後紫色一點 還有一個餐牌給我 叫我點東西吃 即是她說這裡是點東西吃的 現在的橙色有一盆 是不是很搞笑 唉 這小朋友就是這麼可愛 所以你看到他們這麼可愛 是不是真的幾眼睡都OK 先看看 Hello 喵一下你們 由頭開始喵 慢慢逐個逐個貼 Gloria說 Lighting 多謝你 剛才有之前 我不是進來之前 Happy Sweet Forty 多謝 Johnny說她是第二個 多謝你 然後這個呢 Gustafa 多謝你 因為那個icon應該是看不到的 Cylo Hello Wing War Child 加油 Biko Hello Sky With a E S-K-Y-E 對 不是就這樣S-K-Y 對 多謝 Ming Ming Maggie Hello Vanessa Hello Maggie說祝我生日快樂 多謝 Eugenie Hi Eugenie跟我一樣 現在是11點多了 我們一會兒聊一會兒 一會兒就洗澡睡覺 下妝 因為今天都很充實 今天都很充實 在這個 哎呀 真的39歲的最後一天 很充實 一會兒再跟你們分享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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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Theresa Teng Hi Vanessa問我40歲有什麼感觸 B哥 Happy40歲 多謝 Theresa 多謝 Gloria 說Study Week有時間再慢慢教我們化妝 好啊 因為剛才出門很快 很趕時間 Bright Lee Hello Happy Birthday 這是有YouTube又有Facebook的朋友 Alice 早安 大家 剛剛才看我化妝的過程 是不是 我已經化妝 今天都ok 全日 這樣 是不是 都沒什麼脫了 是嘴唇脫了一點 然後眼睛的都ok 是不是 多謝 Gloria說 你一直在我心中 So sweet Thank you Ravonica Hi 不要很愛我 經常都做東西給我吃 Eugenie說 今天過得很充實 是呀 一切會更好 人更好 愛你 多謝 我都好 掛著大家的 Pic Quanto Happy Birthday 多謝你 明明說妹妹 So sweet 多謝很多Happy Birthday SK老華的聲音 真的有點沙沙的 因為今天說了很多話 是呀 好有創意呀 妹妹 下次可以這樣按嗎 不用這樣按嗎 想不到方法可以 看一下 我現在一張椅子很舒服 我整張椅子很舒服 我整張椅子都不適合 其實都不適合 要呢 買個Cousin 買個那些 不過我買了的了 其實還沒到 還沒到啊 我按回自己的頻道出來 看看畫面是怎樣 因為 因為其實我現在只有這盞椅子 關掉了 你們看得我不行 還有呢 我的咪呢 唉呦 不要不開心 不要為了一點點不開心 不知道是不是壞了 那咪下去的 電話的屁股那裡 是沒有反應 如果P仔進來 我又要問一下他 對 Hello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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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遲你七日生日 即是你都是十月 十月之星的舉手 十月之星的舉手 畫面OK SK說 如果在街上看到我 可不可以和我自拍 當然可以啦 我經常都和大家拍照和自拍的 昨天他看起我們都拍了很多照 看起來 看起來不錯 看起來不錯 那就好了 我都覺得是 之前呢 我會覺得乾一點 最近真的是不是都不錯 都化了一天 是啊 我現在試試用電腦很大的螢幕看 要感受一下 因為有些朋友告訴我 你們是會用很大的螢幕看Live 然後我就很擔憂 這麼大的螢幕看Live 可以嗎 這好像不錯 好 好 好搞笑 我剛才應該找你吃東西啦 剛才我很早就八點幾 八點幾就完成了這個 我們慶祝星道報業集團85周年 加拿大星道集團45周年 STMG隆重登場的大日子 好感謝一直大家的支持 陪我們賣進新一個里程碑 哈哈哈哈 昨天我寫的自己的MC screen 說一下吧 今天做了些什麼呢 今天呢 就跟大家化完妝 在這裡 跟著就去了FashionWars的一個 類似是 中秋月餅籌款的一個活動 我們這次呢 是幫一間兒童康復醫院籌款 即FashionWars的今年的月餅 結果籌得六萬元 只是買月餅 即買月餅籌了六萬元的家子 六四十四就是籌了二十幾萬 很感謝各位的支持 那我 就出了一點點點點點 那麼多芝麻的勉力 那就是幫忙 在我們的Social Media Platform 呼籲一下大家 去購買這個限量的月餅套裝 那些月餅 月餅的收益 就是扣除成本之後 就會全數撥捐去這個 幫助兒童的康復醫院 那我據知那裡有很多不同 情況的小朋友 那就是很有意義的 那就頒回一個 的感謝狀給我們 跟著又有抽獎 那今天大家看到我吃的雞蛋仔 就是在這個 在那個 Event那裡 有得做新鮮熱辣 做雞蛋仔 然後還喝了一杯洋脂甘露 所以其實飽到 整天都 之後做anyl dinner 都不用吃東西了 好飽 都很開心 當一個treat day 生日之前 吃了一個朱古力味的雞蛋仔 拍了相片 聊天 mingle一下 認識新的朋友 都很感謝 很感謝 Debora邀請我 亦都很開心可以 成為part of 這個charity event 可以幫到一些有需要的小朋友 所以接下來 在社區有些什麼 是需要我們去幫忙去做的話 我都覺得是可以 真的出一分力去做的 然後 之後 都沒有留很久 然後立即就去到這個會場 因為其實 大家 我也要很感謝 A1他們很信任我 你知道我們平時 出去做MC 都會有MC script 然後 你再自己發揮一下 那 這次 真的 一份子的身份 總之 你消化了個 Rundown 然後你就會自己 變成一份你要說的東西出來 那 其實 整件事的氣氛 都是很開心 很輕鬆的 但都會有些information 要說一下 所以昨天就去做個script 因為都是大日子 之後就不叫加拿大星島日報 就直接叫STMG Group 即是我們是STMG 那今天就是講這個口號 那 就是沒有晚宴 純粹就是去到 吃Fat 沒有吃Fat 經常都顧著吃東西 去到之後 會有一些這裡的正圈的人 上來講一下 正式開始 有不同的management team 的高層 就會講解一下 整個rebranding 是怎樣做 接下來的方向 那我就是 負責做這個 CE 其中一個 所以 現在其實講一下 我都發現 因為這幾天 都是有不同的事情做 趕著交功課 都緊張今晚這個event 做得好 幸好 Turn out那個氣氛 效果 結果都很好 非常之開心 順利完成了今晚的使命 之後 明天輕鬆一點 明天我都會去做替告的 明天都要回到1540的studio 那裏做live的 真的回到電台做live的 就已經是三點開始 各位在多倫多的朋友 就可以live的時候聽 其實我說這個 雖然說是電台 不只是多人多地區才聽到 基本上 我一會兒再嘗試 放一條link 到youtube那裏 明天你按 其實即時 叫做網上直播 有條link 就聽到 明天我就會去看 這個牛皇解讀院 剛才牛牛千叮萬鐘 你明天記得來 記得做替工 好啊 最開心的做替工 又可以 又可以做 不是自己的節目 又可以去涉獵一下 第一個節目 一起去玩一下 話說 Joe Junior 是會過來 這裡開演唱會 明天就會過來 我們studio 那裏 就是live 跟他做一個訪問的 明天我問一下 問一下 牛牛 可不可以 帶你們進去直播室 開著live 開咪 我記得是可以的 我見過他們做過的 如果你們有興趣聽的話 我就明天帶 帶著這套腳架 放在直播室 那裏 就和大家一邊 on air做節目 一邊 讓YouTube 和Facebook 的觀眾 可以看直播 這樣 Wendy說 善良一天八十個小時都不夠用 是的 但是呢 剛剛想說到 其實我相信我今晚會好好睡 我今晚會好好睡 因為 因為我覺得我終於都完成了今天 之後 又完成了之前幾天 昨天又拍攝 今個星期有些功課 那當然呢 其實每個星期的功課都是不停的 追蹤 追擊著你 那樣的 那樣的 可能明天我會給自己 給自己 都喜歡去看工 去看工 又有個藉口 出一下去 可能化少少妝 那樣 我都打算明天再穿這件衣服 因為其實這件是新的 我新買的衛衣 但我未穿過 未穿過 戴回來的 今次在香港 戴回來 好舒服啊這個 打算粉紅色 是嗎 喜慶 多謝了Ivy 感謝你 Late dinner 你說我 還是你們自己在聊天 謝謝你 咦喪比尼在這裡嗎 我看不到的 我看見有人和喪比 Say hello Timmy 陳太生日快樂 做完 做完事 看我化妝這麼 完成 享受生日的日子 祝福你 多謝你 多謝Timmy Thank you 有Shirley 有Michelle 很多 多謝大家 多謝 我最喜歡粉紅色 沒錯 我打算明天穿這件 去做替工 穿牛仔褲 穿一件衣服 穿一件衣服 因為新的 現在在家穿了 所以明天可能你們 又見到也是這件衣服 還有我想我要剪頭髮 但是我還未說得到 Debbie說不要說 對了 我遲些應該可以剪的 多謝你 Thank you 其實呢 今個星期已經是week6 多一個星期 接著就可以study week 期待 大家密切留意著 我的study week 還有一個星期 下星期要努力的 其實呢 我只是明天可以休息一休息 叫做正日 但是都沒有 我明天都要起床 煮早餐給他們吃 看看如常地 如果我想到 我現在是完全沒想到的 我的腦子現在想不到 想到 煮什麼早餐 的話 大家又進來看看 看看我有沒有開 Hello P仔 P仔你來了 明天是我的 答入四字頭 今晚現在幾點了 幾點了 42分 39歲的 最後 十幾分鐘 三十幾 真的拜拜 這個三十幾 不可以再有這個三十幾的念頭 在腦海裡 要開始轉一下 有一點點 都不捨得 一點點 就是臨到這一刻 才真的有一點點 對 真的完全轉至頭 你完全是發現自己是另一個頁 對 對 我經常會想回我三十幾的時候做了什麼呢 這麼會說話 三比二十六 我也想 我也想的 心態二十六 心態二十六 好嗎 狀態二十六 我是十三號 對 因為 因為我這裡慢 你們十二個小時 所以我現在是十二號 跟大家倒數 這個十二點 就是 我的十三號 凌晨 對 有東西問P仔 沒錯 就是這樣的 P仔 我的麥克風 你幫我買的那個 不知道是否 我猜是這樣的 不知道P仔有沒有聽 我猜未必是麥克風壞了 可能是我的iPhone壞了 會不會 因為我明明都是 調適 全部放進去 然後插進iPhone的 那裡 就 沒有麥克風聲 這樣 你明明我說什麼 所以 但是 我老公 就是 哪有無故說 我老公 陳生 陳生 試過其他電話 好像又OK 其他牌子的電話 他有Samsung 試過其他 又OK 所以 不知道是壞了 麥克風 還是壞了電話 所以 現在 我都說 不要不開心 但是我現在是沒有麥克風 和大家做Live 上次和Eugenia拍 60801的影片 都是沒有麥克風的 即是 我以為我插了 以為是 在收麥克風聲 但我回來剪片才知道 原來其實是在收環境電話聲 那我後來後期的時候 就收回一些聲音 就沒有那麼 試一下插了才開Stream 所以 所以 我覺得未必是跟Stream一樣 是因為 我就這樣 錄影 麥克風 都沒有聲音 即是 不是麥克風聲 是電話 還有這樣的聲音 唉 所以我都不知道 變了 變了 我如果拿這個電話出去做直播 我就 我就 我就沒有什麼用 你下次見面跟我 有 好 那我 見你之前 我就沒有麥克風 或者要再買個 這麼大的事情 是不是 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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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研究一下 我要研究一下 所以現在你們聽的聲音 是 現在你們聽的聲音 是不夠漂亮 我本身也打算用錄音麥克風 但是 用電腦的鏡頭又不漂亮 所以 其實 應該要買個漂亮的鏡頭 放在電話裡做Live 不是 放在電腦裡做電話鏡頭開Live 這樣 唉 不知道為什麼 聲音是OK Thank you 聲音OK 太好了 什麼時候再回香港 有機會的 是一定會回香港的 但是什麼時候 就 未知 也都 有些東西未確認 如果一確認 立刻告訴大家 都不是很差 現在 你說的聲音 鏡頭 人 還是皮膚 還是什麼 說實話 原來善良和我弟弟 是同一天生日 真的 10月13日 天平座 Bright Lee 說 Quality of mic is OK 沒有麥克風 現在是 只是收緊電話聲 可能因為現在 全部他們都睡了 靜 那就OK 人靚聲都靚 還有我想我 踏入新的一個 里程碑 最率先 希望 做到的心願 就是聲音快點 好 很曬 哈哈 好像有一層膜 有一層東西 這樣 還沒好得曬 哈哈 真的 很開心 跟桑鼻聊天 他是專門哄你開心的 他是專門哄你開心的 那麼好嗎 哈哈 哈哈 他說 人靚 夠了 夠了 麥克風 笑得多開心 Eugenie說 40比30會更精彩 心境和樣貌 還是很年輕 數字 放心 我會的了 我會的 只不過 我是一個 我經常跟你們說 我是一個很無聊的 很喜歡 想一些 很虛無飄渺 很浪漫 不實際的一些想法 我經常都會 所以這個是我跟陳生的最不同 也是最容易吵架的位 所以 我經常會想 其實真的沒什麼 睡醒就是第一天 但是 如果 如果 我一想 去那個 哄哄到想一想 感性一下 又可以寫一篇文出來 我是一個這樣的性格的人 但平常 你見我說話快 衝衝衝 做事 所以 我覺得我不是雙子座 但我也是有兩個性格 一個就很勉強 很 好似很 好似很 很健談 但其實 另一邊的我 我都很享受自己一個 我不出聲 全日 或者不出聲 很久都可以 然後又可以自己一個去吃東西 自己一個去逛街 你們不覺得呢 幾線路長生來美國 請我們吃債餐 其實 話說 我不是說 我上個星期有機會去紐約的 是的 但是 我就 推卻了 然後 之後 就 不知道下一個機會 Firm不Firm 這樣 就是 一半一半 十五十六 但是 有的 有的 會和你們分享的 你放心 可能過多一個禮拜 過多一個禮拜 是有的 有的 跟你們分享的 但是不是有了 49分 沒有的了 我下班的了 是嗎 只是讚美女 什麼話 是不是的 不是的 但我喜歡聽真話 是的 我喜歡聽 是人都不喜歡 一下子 跑下來 那樣的 但是 其實我越來越 會很珍惜一些 是真的會和你說真話的人 就是 譬如 我現在都很開心的 譬如 在1540 在A1 譬如 做節目 聊天 那些同事真的會告訴我 因為我 說真的 我做電台節目 做了這麼多年 在港台 都是 團隊幫你搞好 我個人坐下去 我準備好 我自己的資料 我的人 我的腦 我的想法 我的問題 我的狀態 就可以了 當然幕後的所有事情 是不用你管的 你不用你的麥克風不夠聲 你不用你 你的呼吸聲 會不會太大 他出街了 後面有整天人 在控制室裡幫你弄 但現在自己就 咦 去了哪裡 他怎麼會走了 不知道他怎麼回事 Hello 沒了 一會再教 所以 現在都要自己教 他們很多時候都很好的 就會教我 你這個聲音是這樣 或者你這個這樣剪 你這樣用 所以 你想一下 我經常都這樣教孩子 如果那個人 就只是讚你 不跟你說 你不真的 覺得自己 全部都適合 都做得很好 我說不 不可以 只是單方面 是這樣想的 還有 真的會跟你說真話 想你好 是真的有心為你 他不想你好 他想什麼理你 讚也不用說話也不用說 他就當你不存在 所以 我都歡迎你們 講任何的 評論 你們會覺得 很支持很欣賞我 也很開心 但有哪些位置 是做得不好 不夠好 你們想好些 你一定要告訴我 這樣才有進步 因為 人一定是做自己的事 很關注 做了這麼久 一定會有盲點 例如 可能我覺得 這個功能挺好 我設定出來 是不是 但可能你們 不是 我們做觀眾 看得很辛苦 你後面可不可以開燈 這樣那樣 就是 例如 例如 你給我聽 知道嗎 Hello 藍Sir 多謝你 你又進來看我的Live 我要祝你 我要祝你 我不是祝 我要祝你身體健康 我不是 我要祝你開Live 藍Sir 看這裏 我們這麼多的觀眾 快點問 快點聽聽 有沒有人喜歡聽歷史故事 或者聽聽普通分享 你教書教了這麼多年 因為我們現在有以前的班主任 多開心 我也想跟你開Live 藍Sir 你快點 你快點 WhatsApp 告訴我你什麼時候有空 好嗎 多謝很多朋友的留言 多謝你們 有些人天生不接受 不接受忠言 要美言 都 不 都是 的 我知道 很多 多謝 感謝 為何 有些人 其實我覺得 會把自己放到很大的 就不喜歡別人畫 但又這樣說 沒有人喜歡被人畫 是要內心強大去接受 即是沒有人喜歡 要是你不在意 那又沒有意思 你會在意 你會去聽 你會去改 如果懂得這樣想 你自己就有進步 但當然 一說那一說 無論如何都好 陳先生都會 我都會 即是大家說話 可能你總會掉進去的洞 大家都不認同那個洞 那你就會衍生不同的大小的爭吵 吵架 每一次的經歷每一次這樣學 唯有都是這樣 好 很喜歡我和陳先生煮東西 好 即是快到12點了 我們一起 有大家陪著我邁向這個新的一頁 大家亦都可以 分享一些你在善良頻道看到的東西 喜歡看的東西 想看的東西 又或者是 對這個頻道有什麼感覺 會不會 真的 因為最近 做多了這個早餐的直播 是多了很多很多很多的PM告訴我 真的有跟著煮 真的本身小朋友不吃 那樣不吃那樣不吃那樣不吃那樣 結果現在都有吃 然後又有很多媽媽 沒有想到是做得到的 但是看著我是真真實實地 可能半個小時 或者有時候少過半個小時 是同一時間就煮好了他們的早餐 再放好他們的飯糊 雖然是很簡單 但原來 真的有一個很實際的例子 在面前的時候 是有動力去做的 所以我也很開心 所以我會繼續煮 我會繼續煮 那樣的歷史故事 看看大家喜歡聽什麼歷史故事 又或者可以說一下一些 教書的日子 我都不知道 我好像數了 好像已經找他了 現在你又抱了頭 我又要快點找你 希望你有時間 因為你現在在英國跟我這裏 差五個小時 我想我們能夾到的 Mr.Chan is very funny Mr.Chan是挺 funny 但是他認真起來的時候 都很認真 那條裙子穿得很漂亮 是不是今天剛剛拍照的那條 那條在香港都穿過了 你放心 是經常都會看到 我的裙子穿來穿去 經常都會重複穿的 我不會說那條裙子穿了一個 event 之後就不穿的 因為有合場合 一來和這條裙子也很方便 不用課 好像我昨天三點才睡 搞功課 今早一早都是繼續起床 做早餐 所以基本上可以這樣說 我睡了三個小時不夠 所以我眼睛都快要起床 嘩 十七分 很搞笑 喝多了水就好了 你現在說我先喝 現場較做鬆餅 好啊 好啊 我都打算 因為其實我現在這個 為什麼漏水 現在這個窩夫機 就帶過來電壓 就不適合 要搞個大牛龜 雖然我也有大牛龜 但經常都 都不要找個位置拆 要不就算數了 買個個 Black Friday買個個 或者 我也想 但明天明早 記住 明早我們會去Ring師傅那裏 明早我們會去Ring師傅那裏 多謝大家 Randy問善人為什麼會選擇做YouTuber 其實我不算是一個 我算不算 我也算 因為你經營頻道就是YouTuber 但是 我最初開始是因為 我喜歡煮東西吃 然後喜歡 說 說 說話 分享 還有 譬如我做蒸一點做節目 自己得了很多資訊 在節目中 我相信不是每個人都一定 這麼適合那個時段 有聽 那我就覺得 不要浪費 既然 我自己又有個平台 之後 我又喜歡說 我又記得 那我就想 慢慢慢慢慢慢 在頻道上 分享不同的東西 給大家知道 為什麼這邊有這麼多訊息 這邊沒有的 PoPo問 Do you make hot food for your kids lunch What container 有啊 你可以看我 PoPo是在YouTube的 你可以看我之前做早餐的直播 我都有告訴大家 就是有show 給大家聽 看究竟煮了什麼 還有我會用Fermals的保暖鍋 那邊又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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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是YouTube CoE問什麼時候回來香港 很快 很快 很快再回來 多謝 HAPPY 嘩 嘩 耶 踏入這個 13號 多謝大家 感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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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 12點啦 耶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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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要多元化 沒錯 還有現在是難經營的 channel 所以 努力啦 有大家的支持啦 但是都要看片種的 是的 看片種啦 還有要看他的演算法 很多東西的 但是 大家也不用幫我想太多的 總之 每一次 你記得 你又按進來看看 究竟有沒有Live 因為你不是經常都會收到通知 好啊 39加1 我喜歡的 是的 一個 一個新的 新的 新的 新的一頁 接下來 即是要想一下 30到40這10年 做了些什麼 做得好些什麼 做得不好的什麼 那接下來 target 這個10年計劃 究竟有什麼想做呢 有什麼錯 不要再錯 有什麼做得好的 可以做得更好 這樣 什麼時候有粉絲聚會 Andy問 會有的會有的 但是 因為一開學 我都猜不到 真是很排山倒海 那所以 我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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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真的 真的沒有太多的 時間 可以去搞到 這個fan meet 那 就 但一定會搞的 你放心 對 等我四月讀完 這個 course 我就應該會 到處去的 因為很多朋友都約定了我 英國 美國 溫哥華 當然最好 可以 繼續去不同的地方 去一些我沒有去過的地方 去旅行 然後想和爸爸媽媽去火車旅行 那 可能 又來一個三人之旅 或者我們一起去 找我弟弟 火車之旅很棒 其實我挺喜歡坐 其實我挺喜歡坐 我挺喜歡坐 遊輪 火車旅行 那些 Mac Mac 說 會 要收 要摟才收到通知 對 有人說收不到通知 大家記得按LIKE 多謝 好好問 什麼時候會來溫哥華 我也想 明年 明年 一定會去溫哥華 Johnny說 陳先生模式做 應該拿蛋糕一份禮物 他就是直男 他就是一個直男 你不會想著 我以前十年八年前都會想 他會不會故意 十二點 就撲出來有個蛋糕 唱歌 吹個蠟燭 不會的 我是今天做完的 回到來 他已經睡了 他有時候會陪妹妹睡 或者叫小朋友很早睡 有時候他在樓上做 有時候他在樓上有書桌 因為他開始多工作 所以他就整好自己的家庭 因為我本來就說 你看到隔壁有個位置 我說不如這裏一張 那裏一張 起碼做事一起做 好像辦公室一樣 有個陪伴 現在就我在這裏做 他就在樓上做 都是買了一張L型桌 做他的Working Station 開始多工作 所以 所以 有時候他在上面自己做完 睡覺我都不知道 這樣 所以他真的是一個直男 很年輕的觀眾 不知道有沒有 那你都要想一想 自己是想要哪一類型的 即是你的Lifelong Partner 陳生明早被驚訝 明早我們去榮師傅家 MacMac說 沒有驚喜就是驚喜 你細緻長流 是 即是其實 你人大了 你懂得想 你就知道 其實 什麼才是最重要的 即不是說 收到驚喜會不開心 每個人都喜歡的 即是我不特別 很粉絲收花 但我覺得 那個驚喜是不一定要 嘩 大龍鳳啊 遊艇啊 出海啊 鋪花啊 求婚啊 即是我都不特別fancy 打字 我都不特別fancy 那些 但是 你說如果 他是有個心思 想哄你開心 這個我是很珍惜 亦都很喜歡的 但當然 直男是 你是不能夠有太多的 期待 在這一方面 所以 你一不就會選一些 很喜歡哄你啊 很多巧合 就另一款 陳先生就不是這款 我有很多comment都沒有讀 大家 多多體諒 即是 不用 不用特別 所以 我不會 遇到任何 任何 遇到任何 遇到任何 還有可能 我有時候 在說話 對了 哈哈 你們 Facebook 去咯 你們找 陳先生的Facebook 好像不公開 很難找到的 陳先生不做這些 所以 對 都 這麼大個人 即是我 在說話 我 都認識了20年 即是 他是一個怎樣的 即是 每一次他的驚喜 基本上 我都知道 即是 基本上 他求婚那一刻 我很少說 雖然我還是繼續不說 我會留在 我和他兩個的記憶上 沒有公開說過 怎樣求 但其實我也知道 一個直男 就是這樣 我們 那麼多 粉絲一起疼 你生日快樂 多謝 很多人跟我說 生日快樂 多謝 多謝 非常之開心 明天一早 會去Wing師傅家 做飯 明天 Wing師傅教我們 做饅頭 因為上次 做了那個 割包 割包 不知道 一個大交叉 一個刀邊 不知道怎麼讀 然後 就說 其實那個也是 饅頭的辯奏 所以就教我們 做一個滑滑滑滑的饅頭 這樣 這樣就正 沒有驚訝 是正常 老公多年 帶他去買求婚教節奧 哈哈哈哈 是啊 我覺得很多 老公的材料 都會是這個 因為 很多 最近 都不是直接 自己身邊的朋友 都會聽很多不同的 關於 婚姻危機 或者 婚姻的狀態 有改變的故事 所以其實不知道 我都不會覺得 可以保證些什麼 只不過是 現在 就是 眼中的大家都 還是很好的 那你就是珍惜著 這一份的感情 那你都不知道的 你真的不知道 突然之間有什麼改變 沒有人知道的 也都不需要想 好了 到真的 萬一有些什麼的情況 有時候朋友 自己都是這樣說 到時候 來到就是要面對的 你想得多美好 多完美都沒有用的 始終 每個人都是一個個體 所遭遇到的 所想的 都 都 你都不會知道 的 是的 聰明的女人 是懂得什麼時候扮蠢 在善良掌握之中 我想 都可以的 但是 不是全部中 我都不太懂 扮蠢 所以其實我都不算是很厲害 我覺得 其實是要懂得多裝 才能更厲害 我覺得是這樣 其實我覺得 適當的時候 都要不要太強 這個是一個相處的學問 不可以太強 不可以太 請 請 不是請英雄 因為我們是女生 不可以 每次都要自己 聰明 或者我懂的 我自己搞定 不用管 這些是情趣 來的 我都真的不知道 我想你幫忙 這些 我都是近年才學識 你們大家都給我驚喜 昨天 是昨天 昨天看電影 有沒有遇到Derek 有啊Derek 在開直播 我有進鏡 你們有沒有看 不用扮到 哎呀 好可愛 你們哄得我 我這麼開心 哎呀 其實我覺得 是一個 有時候 不用認識那麼多東西 在另一半面前 講的 一個相處的學問 其實都是一個幸福 來的 是啊 即是有時候 你每件事都要深水好清 每件事都要厲害 每件事都要知道 那 是不是好呢 都真的 每一個對雙方 自己才知道 男生其實好易華為 多點關心自然 多點愛你你 對呀 所以多點讚賞 他們其實是容易華為的 我也覺得 就是 看看你怎麼看 看看你說什麼 都喜歡別人讚的 喜歡別人關心 喜歡別人疼愛的 但始終 我們大家自己都要知道 人是會越來越大 越來越年長 越來越年長的時候 可能心理的狀態各樣 可能是會成熟些 又成長一點又進步一點 但是另一方面 也可能 人們經常說 他年紀大 他是不是今年期 開始有脾氣 這些我們都要 放在我們的預計之中 永遠都要學每個階段 都有不同的需要 絕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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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想 另一個想做得好一點的就是 要再學得好一點 跟陳先生的相處 喊少一點膠 雖然我們都不是經常喊 但我們會喊 是不是想不到 和想像不到 每一個夫婦都有這個經歷 我覺得 因為大家都在著緊大家 大家在著緊的時候 那個感情就會 放得多了很多時候 都是那句 平時 你總會有些暗湧 有些暗湧 好像那些磚 還是木 中間有一條縫 平時好地地 通常都很難踩到下去 那天穿高跟鞋 如果你把鞋子放進去 那樣就能令到爆發了 總會有這些情況 吵架當年齊 我已經沒有默契了 要快點把聲音剩下 男人要多點讚 當然 如果你已經覺得你有讚他 你由今天開始多讚他10倍 你會見到有很多不同 他們真的很喜歡別人讚 但當然 我都很明白 有時候我的朋友都會這樣說 我自己都會有這些 不懶惰的時候 都會想 喂 已經懶惰了 有時候我的朋友說 見他後面 爭他前面 見他前面 爭他後面 那些 即是吵架的時候 我為什麼還哄他 為什麼還讚得我口 當然明白 先看看 多謝大家的birthday message 十三分 好啦 再聊一會 是啊 婆婆說 You will learn more about each other after an argument just need to learn to forgive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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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也很困難 我是挺困難的 如果 譬如你說 吵架啊 那些 我都要一段時間長 我才會好像屈服 又不可以說屈服 我會 鋸了之後 就好啦 沒事啦 就是這樣 因為 因為我都會 我在那裡 我會想很多東西 是的 像是問科人 但是 你總之 是火星和金星的 兩個不同的 語言體系來的 所以 有時候 我這樣說 我又不是這樣的意思 他這樣說 我聽又不是這樣的意思 總之 是這樣的 認識了20年 都還是 都還是有些東西 是要學 一定要的 啊 喜歡你們問我問題 入娛樂圈 陳先生有沒有擔心 我 最初 不是說 報名的時候 我沒有告訴他 他沒得擔心 後來應該都有的 都應該有 就著這個issue 我們都談了很多東西 的 這樣 但是 當時的過程 已經不重要了 但是你會看到 那個結果 就是 我都會很感謝他 本來當時在美國讀PhD 在美國讀PhD Supposed 是找工作做 就很理想 亦都很發揮到 他做那件事 因為始終科研 這些 的事情 都是 他很喜歡做的 亦都在那邊 是比較 比較 比較專注 亦都比較 支持的 那邊 回到來 香港的發展 或者是 他都做到 他喜歡做的事 我也很幸福 然後 又在大學 找到他喜歡做的事 所以我也很感謝他 為了我 入了行 然後 他就回來 回香港 總之 結果就是 我都會很感激他 這樣的選擇 不然 就其實 拜拜 他留在美國工作 我也在香港 入了行 發展 你隨便 總有一個 走這個動作 他就覺得 他回到香港 都應該找到 他所專屬的範疇 是會找到工作做的 所以他就選擇了回來 所以你會記得 我08年選 我們10年就結婚了 所以10年的時候 其實跟陳生都拍了 7年拖 一年年尾才結婚 其實拍了7年 04 05 06 07 08 09 10 7年拖 都拍了 7年就是8年 因為10年年尾結婚的 拍了8年 就結婚 完全是在我們的計劃之內 說說我19歲的時候 認識他 我們已經大概是 在想 那時候讀PhD讀多少年 之後 就什麼時候畢業 畢業後 不結婚之前 就可能先拍一陣拖 然後才結婚 都是約26、7年 這些年齡 陳生長大過我幾年 他就說 他生牙頭 我26、7年 那就對 我們其實 小時候 已經是有這個計劃 所以我們都是 按著我們的計劃 去做我們這個 去運動這個家 所以當時 你回答你的問題 究竟他有沒有擔心 他當然有 我們有沒有叫過交 當然有 有沒有叫到要分開 當然有 結果後來我們都解決了所有問題 我們都希望大家互相給到信心 我也是行動型的 我都會告訴他 我有行動告訴他 其實入行 就是貪玩 試一下新的東西 試一下新的東西 去一個完全 我覺得自己會很喜歡的範疇 因為我是一個錯不定的人 可能我如果回一份辦公室工作 我每天都是那個環境 做相同的事情 我的性格應該是 我是不適合這個工種 所以我都很開心 我自己為自己選了這一步 所以說到哪裡 所以我用行動告訴他 其實我們的家庭計劃 是可以繼續的 不需要 因為我入行而各自 不結婚 不承認有男朋友 不生嬰兒 不是的 我都是按照我們的時間線 去計劃和去做 Hello Bobo 39加1 still so young 多謝我的真誠情 對婚姻的分享 想聽多一點 不是吃花生 沒有的 我沒有 我覺得我的Followers 不是吃花生的群眾 大家 我自己覺得 我覺得和你們都是 和你們都是 分享就分享 很真誠地分享去聊 我又不覺得 因為我覺得這樣的 我都不是一個喜歡說花生 和吃花生的人 自然你們 會一起來看的觀眾 都不會是那些 的想法 我覺得是這麼差 陳生去那邊 陳生睡了一隻豬 如果我不說話 靜靜地 也有機會聽到他鼻寒聲 看看 善弱 男生不斷分了 又拖自己的手 我們那時候是 吵架 吵架 真是 真是 是 好像很嚴重 但是很快之後 我們都覺得 真的要認真 談一談 究竟我們 將來的路是怎樣 我們將來的 人生 那一格 究竟 有沒有這個人 他有沒有我 我有沒有他 那一格 大家其實都有一個想法 就是 無論我們炒得多嚴重 都好 想一想 將來 其實 可能很簡單 起碼想將來 都還有 大家的樣子 在那裡 我 按 有點感動 好了 先說說話題 先 看看 先 是 互相遷就 沒錯 唉 其實真的 我不是 我以前是不漂亮的 我就算選的時候 都不漂亮的 我不是 就算現在都 我覺得現在是 人是會隨著你的年歲 你的智慧 你的經歷 你是會順眼的 我覺得是這樣 順眼 大家可能是覺得我順眼 左 又越來越順眼 我會這樣說 所以 真的 我有時候 大家都不要 Google 以前的照片 我也不想看以前自己的樣子 是不同的 我今早照鏡才覺得 樣子好像有點不同 所以我不介意 別人說 是否整容 那樣 因為 不認識你的 就一定是有覺得 藝人就是 每逢女生都去做 不緊要的 其實她說什麼 我又聽不到 我又不會去理 我又不知道她是誰 你都不需要花這些心神去理 這樣 還有 在最後 人家做的又怎樣 這個是別人的選擇 你又喜歡批評 躲起來 可能只是在鍵盤 那裡只是打字 這樣批評 其實 我們當然 可以自己去決定 理還是不理 但是 你說網絡上 有很多不同的攻擊 可能不同的欺凌 當然其實 都曾經做成了很多不同 很慘痛的結果 所以 雙方的 如果我們自己站在螢幕前的這一方 當然自己的內心都是要堅定而強大 很清楚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是對還是錯 這樣 Gray Sky說 選美時已經覺得我漂亮 是嗎 我想我要很感謝你們 因為我真的從來不覺得自己是漂亮的 尤其是選的時候 然後 還要剪了個冬菇頭 明明進去選的時候 都是這樣 頭髮 短一點 當時在做Crew 當時我是特意剪短頭髮 讓我做Crew 譬如這麼短 短 好像是不碰肩膀的短頭髮 甚至做Crew 即做空姐的時候 都是不用擲邊 因為當時我經常紮邊 我頭髮已經不多 還要經常紮邊 紮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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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條毛毛都不凸出來 我發現我脫了很多頭髮 所以我就偽然剪短去 因為我收到封 知道 也不是收到封 其實是Grooming guide 有說的 總之你的頭髮是乾淨整齊 不是飛來飛去的 又不碰肩頭的話 那些短髮是可以不需要紮邊 不需要紮邊 不需要紮邊 即是穿制服的時候 哇 那很好 所以我就剪短它 這樣又方便 你省了多少梳頭 Gel頭 梳個計 你的梳個計 都梳很久 因為你要真的梳得很貼 然後之後 拿那些廁所 Gel 緊緊它 然後上面噴噴噴 Gel 這樣 那時候買的 我買很多的蝴蝶 然後要整個網 嘩 如果我只是拿一個夾 我不斷夾直它 剪短它 梳得漂亮 Gel 漂亮 快多少 如果stand by 出門口 這樣 所以對了 那時候我是這樣 這個髮型 然後進去剪短 然後剪短 然後都說了很多次 陳先生就覺得很開心 為什麼呢 因為剪完這個頭 我肯定會輸眼 最後的時候 哎呀 大家真的太好了 對我 我其實真的覺得很 很 很 很不懂 那時候 什麼都 真的現在這樣 想回 什麼都不懂 那時候 你想一下 哇 真的不要抄了 我當時去interview 都知道有記者的 但當時還沒流行社交媒體的 總之是一份份報紙的 我告訴你們 我當時呢 我當時選的時候 他打電話來 說要first interview 當時還有外事部 現在好像還有沒有外事部 沒有外事部 這個部門 是不是 想打痴 但是剛好呢 我就是 非LA 我還記得是LA 那我真的調不到 我嘗試了 立刻就調 我們 製作者 都可以調 那我就調 我真的調不到 來不了 那就算了 那你都沒有理由 突然間那天 no show班機 這樣不行的 要不就調了他 要不就post 那我又覺得 不需要為了這樣 因為那時候 我都真的很貪玩的 去發表 還要叫我媽媽簽名 自己下載自己去寄 過四郵票 那我就覺得 中就中不中就不中 但是如果要為了去interview 而去請假 去repost 然後不去operate 那時候我就覺得 我不會這樣做 所以我就打回TVB 說我調不到機 我來不了 不好意思 我盡力調的了 我又不想因為這樣 而請病假 又好像不會特別 又要寫 難道我寫給公司 有請示假 因為我去選美interview 又不會這樣做 其實是可以的 但是那時候我沒有這樣做 那 那之後就 對 那怎知道呢 這好像沒有跟別人說過 怎知道呢 TVB就說 其實我們都有三回合 那你第二回合的時候來 因為其實都還有一些 以前那個年代 都有很多 每年都有些 可能在加拿大 溫哥華 多不多 回來的一些 叫做海選 海歸 的女生 然後她說 對呀 都有一些女生 都要搞個機票 都 第一回合 她們都未來得齊 那你第二回合 才來 然後她說 那好 那我照片 照片去LA 我還好記得呢 是飛去LA的時候 就是first interview 我是回來 即是在LA operate那程 飛回香港 我一揭開一個娛樂版 就是全部當日面試的相片 就是我見到 張書雅 我見到馬賽 我見到很多人的 interview的相片 那我就馬上知道 哦 今年原來是有這些女生 是很有趣 這個好像沒有跟別人說過 所以那時候說回 interview 沒有facebook 沒有這些那麼多 記者沒有做live 純粹是靠報紙的 哇 真是經典 我穿什麼去interview呢 穿了一件短的線衣 我記得說過了 穿條黑色的長牛仔褲 穿對高跟鞋 哪有人穿長牛仔褲 穿線衣還要短袖 去interview 去選美 就是我是不是 不懂得到一個點 你想一下我那時候 又不懂得貪美 又不懂得要怎樣去 去為自己去準備這個 我就覺得 我是這樣就是這樣 我平時都是這樣穿 我就穿回我平時這樣穿給你看 我問你選是選不選不選 這樣 是不是太搞笑了呢 我想回我那時候二十幾二十三歲的我 真是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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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棒啊 麥麥說 善陽的粉絲不如叫羊肚 哈哈哈 可以啊 備用啊 挺有趣的 我們一起再想多些 那時候 曾經都是很密集的 一個星期有三晚的 一個星期三晚做東張西望 是很厲害的一件事 就是美色扮靚 是入了行之後 叫做選完美 接著 認識了很多化妝師 人家幫你化了很多妝 開始好像懂得化妝這件事 但當然是一定是 我自己化得不漂亮 接著 人家幫我化 我也覺得 不是我的樣子 到現在這個樣子 是我覺得 我最舒服的樣子 因為摸了那麼多年了 已經 這樣 如果善逆人不好 就不會有那麼多愛你的粉絲 謝謝 我相信 我們物以類罪 我們大家互相吸引 因為吸引力法則 大家又喜歡聽我說話 我又喜歡說話給大家聽 我那天去超市買菜 我不知道那一對夫婦有沒有看 那個先生都說 我老婆很喜歡看你 經常在家都開著你的直播 在那裡看 我都經常聽到你的聲音 我覺得這樣很開心 然後我說 我會不會打架了你 經常都逼你聽我的聲音 他說 不是呀 我們都很喜歡聽 我支持你 很開心 其實就這樣坐下坐下 已經很滿足 你說當然 頻道的數字 重不重要呢 當然都是想有一個目標去達到的 但是那些因為這麼被動的事情 不到你自己想 你就不要去想 想些你能夠自己主動做得好的事情 都是說一句 東張西望做得不錯 多謝Alice 善良沒有所謂 什麼衣著靠我的樣子已經勝出 當時忘記打眼鏡 選錯冠軍 不是的 其實我經常都說 Adawise是一個很好的人 尤其是我們自己幾個做朋友 我們堅持著有一個我們幾個的群組 其實他是一個很沒有機心 對朋友很好的人 所以有時看到大家都會說他 或者有時有些新聞 傳媒朋友會刮著他 其實我的心都會不舒服 大家可能會替我覺得 為什麼你不是做了他的位置 你又做了他的事 但是你的名字又沒有轉到 之後後官權障 你又沒有拿到 但我覺得這些都是你的偶像 你的劇本是這樣寫給你走的 當那一年你真的選了善良做冠軍 那怎麼辦 你只是黃雲中中 其中一個可能是不起眼的冠軍 即是說如果選了我自己做冠軍 大家經常都覺得我現在亞軍 為什麼沒有退上去 或者為什麼不是一開始就選你做冠軍 我覺得整條路就不同了 你沒有得說的這些就是這麼主觀的 你剛好那些評判 或者是怎樣去喜歡誰 覺得誰是對的或者選誰 其實這個遊戲就是這樣的 所以大家有沒有問過我 那麼多年大家都會問的 有沒有hard feeling的 其實真的沒有 反而你有很多的得著和興奮 為什麼呢 因為你做了很多亞軍 未必有或者沒有機會做到的事情 而你是亞軍你都做到 例如去選miss world 例如去選華者 其實有很多那時候的經歷經驗 經驗 經識的人 學的東西 是你現在一直都保持有用 所以我覺得 這些都是一些很好的 所以我覺得 這麼久以來 我都覺得自己想得正確的方向 是正確的 我覺得自己是多了很多學習的機會 那年我們有特別一點的 2008年 因為通常都是要做了整年的親善活動 即是外事部的東西 我們才可以去回劇組 去回中藝那邊拍攝 但是我們那時候好像 2009年3月 就已經開始做東張西莫 Live 真是很好的一個學習的機會 這樣 由東張開始看 真正 很久了 我剛才做Event 都有些朋友 有些客戶 有些A1的客戶 有些A1的合作夥伴 都說 是呀是呀我認得你的聲音 可能說 真的不同樣的 每個人看到我今天去兩個Event 兩個Event都說我真人同樣 你們覺得我究竟真人同上鏡 是否一樣呢 可能你們就知道 看我多些 因為我知道 你們看我是一些很真實的Live 的呈現 電視拍出來 打燈 各樣的 不知道為什麼 總是 像樣子一樣 不知道 所以你們看到我 應該是這樣說 因為 上次我們幾次的Fans Gathering 你們覺得 跟 在螢幕看 有沒有不同 今天 每個人都說 是呀 你真人同樣的 然後有些人說 是呀是呀 認得你的聲音 你做東章的嘛 就是這樣 我有一天 排隊買 買西餅 我們聊天 前面有個顧客 他背著我們 因為他排在我前面 聽我說了幾句話 他就馬上顧著你 真的你才去 那樣 都很開心的 原來是憑聲 大家都會有 都會記得的 泥水佬開門 過得自己過得人 是啊 是啊 電視打燈很厲害 是啊 電視打燈 是打到會 如果是 比如是 世界廠 很多人的廠 比如一廠 那些 他不會逐個逐個打你 Drama 就不同 Drama 尤其是大頭 燈光 那些全部都很好 打到你滑 打到你漂亮為止 這樣 好啦 先聊到這裏 我要洗澡睡覺 因為明早都要 起床煮早餐 原來都十二點半 多謝大家 我們聊了一小時 零十二分鐘 多謝大家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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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踏入這個 新的字頭 新的一頁 新的禮理情碑 希望一如我自己所說 繼續努力 做好每一個頻道 因為其實除了Youtube Instagram 都要出很多力 Instagram 都是做得不夠好 都是花粉 不夠好 完全不好 我的Instagram Youtube 有逐步一步一腳印去進步 雖然總會覺得 什麼時候才能達到 某一個目標 轉一下字頭 有時候會想 但你又覺得 想來又沒用 所以就不想了 接下來 就繼續在不同的平台 見大家 希望 我可以去多些不同的地方 除了普通日常 在這裡讀書 買菜 加上事務的內容之外 都可以帶多些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內容給你們 最重要是 多謝你們的支持 好像拿獎一樣 多謝我的粉絲 多謝你們的支持 真的 有你們才有 有這麼多的平台 成就到 人數也好 支持度也好 希望大家幫我 真的 不要淪積你們 按個訂閱 因為 你就變了可以 每一次 出新片 出直播 我就不會錯過 至少你按了訂閱 它都會 派給你看 不用突然想起 先按一下 按一下 輕輕按一下 但對我們來說 都是一個很大的鼓勵 明天 香港時間 晚上10點 或者10點半 10點至10點半 多倫多時間 星期五 早上10點至10點半 我們就會在Wing師傅的廚房 見你們 多謝你們陪我過 睡醒覺 正正式式 開展一個新的狀態 希望自己 我要答應 我要努力 告訴自己 努力護膚 希望 希望 要 感染一下你們 真的 勤力 你就可以有一個 保養得好 大家一起做到 好嗎 那就 好了 今天的直播差不多了 再次感謝大家 如果還沒睡得著 我就逐個逐個按個心心 給你們的birthday message 好嗎 多謝你們 下個直播再見 Thank you 感謝你們 拜拜